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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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微是社会最广大人们的代表 他们不会因为热度而偏向 只有真正的正能量才是他们评判的唯一标准 官微的赞同间接地反映了对于肖镇的态度 其实没有所谓的支持只是正义使然而已 03 品牌方的细节太软心 开小灶可以说是当下很火的一家品牌 自热米饭的方便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 再加上肖镇的代言一度刷新了销售记录 品牌方为了表示对肖镇的支持 一个细节太暖心 开小灶的长线版抢购时间被设定为了22点05分 时间恰恰就是肖镇的生日 不得不说这一细节很贴心 优秀的文化没有国界之分 肖镇背后的故事被翻译成六国语言 给本土偶像的文化输出做出了例子 更值得注意的是肖镇作为一个娱乐明星 输出的既不是影视作品也不是歌曲 而是优秀的品质 这一点显得更加的珍贵 工艺的事迹被超过十一家官微推荐 见证了实力 其实没有什么理所应当 只是努力的结果罢了 期待肖镇又要归来 这个世界车水马龙 那我们就好好的手牵着手一起走下去吧 重新定位自己 遵从本心 向爱而行 为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而拼尽全力 大家好 我是轻鸟蛋鞋 HXH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 一个美好的梦 一个意义发光的梦 在肖镇的生日来临之际 他的粉丝小飞侠 以全体肖镇粉丝的名誉 为四川省宜宾市平山县龙华镇同场村 修建了一条全场为2.5公里的公路 并且为这条公路名为绽放路 他们希望所有的温柔和梦想 都可以通过这条路走出去 让梦想都能够明媚绽放 这条2.5公里的路 看得见的是丈量数据上的2.5公里 更多看不见的是梦想无数的可能性 通过这条路传递的温暖和爱 我们都知道 肖镇是一个从平凡人里面走出来的偶像 他身上有着浓浓的烟火气 就像是一个随手可及的邻家哥哥 俊秀的脸上永远带着亲切灿烂的笑容 温暖着每个热爱他的人 如冬日里的暖阳 如冬日里的暖阳 夏日里的清风 在寒冷里照耀着等待的心灵 在酷暑里吹拂着煎熬的灵魂 记得不久前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评论 我的哥哥别的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耐性惊人 他就算踏上一艘反向的船也会 他就算踏上了一艘反向的船 也会有本事绕地球一周滑到本来的终点 还会失手的拍几张北极熊的照片 是的 夏日里的身上确实有着这样的韧性 他总是笑着走在不满心急的道路 一步一步坚持不懈的 往着自己的心中的梦想地方走去 反复什么困难什么阻碍 都无法停止他的脚步 那么的坚定 那么的无畏 不久前在纪念桃鱼前辈110周年的活动里 万芳老师曾经对肖战说过一句话 出自东之旅的话 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 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四年前的肖战带着对梦想的炽热和真诚而来 也曾经极其无名 也曾经声明确起 从稚嫩到成熟 从单纯冷撞到内敛成熟 他不断地进步 也不断地成长 唯一不变的却是对梦想的执着 滚烫 以及自始至终如金子般耀眼的真诚的赤子居心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喜欢着谁 你就是谁 因为喜欢 因为热爱 所以不断地往着他左走的方向前进 最终与那个人一起往着相同的方向 并肩而行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陪伴可遇永远 绵长 这条通往梦想的相梦之路 虽然只有2.5公里 但是这里面所蕴含的温暖与爱 却是数据永远也无法丈量的 有些光芒虽然没有那么耀眼 可是却谁也无法忽视 有些温暖虽然相隔千万里 可是却点滴在心头 有些爱虽然微不主导 可是没有尽头 肖战你很好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热爱与陪伴没有终点 一直在路上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